其實最重要就是兩個概念 一個是跨工作表 所以工作表裡面的話 你必須要學會什麼 蓄責物件 OK 蓄責物件怎麼樣去切到另外 當然你將來會有很多工作表 那一定會有一個 特別是會有一個是 你目前切換的 其他都是在背後 只有一個是被選取的 OK 那你當然那個切換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前面不需要加 那個蓄責物件名稱 直接就是存取裡面的Sales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概念可能要有啊 如果跨工作表的話 然後呢 這個地方 我們要多一個叫Slay的方法 Slay就把它切過去 那當然如果你找到之後 要把另外 就是你現在這個工作表的資料 要轉移到 轉移到另外工作表的話 特別注意哦 後面這個地方 可以不用加工作表名稱 但是前面要加 OK 表示說我把這邊找到的東西丟到前面 OK 實際上這個意思就是 就是怎麼樣呢 就是把那個你目前的 這一個工作 假設006 那他找到這個對不對 這個位置裡面的東西 丟到這裡來 OK 那一個羅布爾坑 然後把它丟過去 那大概就是這樣的流程哦 啊最後回圈停止 就有一個 也是我剛剛講過哦 另外還有事件驅動的概念 所謂事件驅動就是 當什麼呢 當那個工作表 它 某一個儲存格啦 被改變的時候 比如說C2這個儲存格 變更的時候 就去執行查詢的程序 哦 到底大概這樣子啦 以後反正只要有一個儲存格 變更的話 你就去執行對應的一個程序 不管它是什麼程序 那你就用call就可以了 那你怎麼去判斷 你可以用target address 那判斷一下哪一個儲存格 特別是前後一定要加錢的符號 這個是固定的規則 OK哦 大概會有這些啦 好像你只要熟悉這個方式 以後可以應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那當然後面 你也可以試著做改變 比如說也許 請各位再把這個地方 剛剛是透過什麼 透過這個 編號去查到其他的資料 那或許你也可以怎麼樣 是不是可以透過姓名 也許姓名部分 假設你突然講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透過姓名去查 反查其他的東西 當然也可以啦 不過這個部分 可能要自己再去做個練習 那一樣的方法 那你可以從這邊資料裡面呢 做一個什麼資料驗證 把這個清單也加上去 來源的話呢 F3 這個是用姓名嘛 也許你這邊可以加個姓名 當姓名怎麼樣 被改變的時候 其他的欄位也要跟著改變 不過現在還沒寫好了 那至於怎麼寫 我想回去自己試試看 那你會發現喔 用V6函數就不行了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特別強調 V6函數呢 他只能夠查第一欄 他不能夠查第一欄以外的欄位喔 OK 所以V6函數就沒辦法辦到啦 OK喔 那你回去可以試試看啦 也許你可以查名字 甚至查名次等等的 OK 只要不重複的東西都可以查 好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大概就先講到這裡 尤其是VBA部分 稍微難度比較高一些些 大概怎麼去查詢的程式都在這邊 另外還可以變更成查詢姓名 我有把寫好的程式放在這邊 有興趣同學可以回去參考一下 其實如果你用VBA來做 會簡單許多啦 因為你寫好的東西改一下就好了 好那等一下請各位 再來看一下那個練習題裡面 檢視與參照裡面 請各位打開這個 檢視與參照的另外一個題目 叫綜合練習的配股數量表 這個配股數量表 其實主要是練習什麼 練習